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圈哥哥 今天呢您可真得揉了 车在市场买了三条 嘎鱼 也有地方称为辣钉着 今天车给大伙做一道最变迹性的做法 酱闷嘎鱼 咱们呢在市场买 已经要摊主给它清理干净了 内脏什么的已经去掉了 死于栽 然后它回家里边 再用水一下再清洗一下 这摊主我忙忙到的 它不见其他给你整干净了 回家之后这一定再检查检查 你看你看你看 它这块就没去干净 做菜呀咱就不能马虎 先放到这牌里边 这嘎鱼真肥呀 然后咱们把嘎鱼改一下刀 切成一纸刀就行 什么叫一纸刀是朋友们呢 每个刀口有一纸宽 这就叫一纸刀 平时家里边做红烧鱼 酱焖鱼啊改这种刀都行啊 做这嘎鱼啊配料非常简单 大葱斜刀切厚片 够用 生姜 皮也不用去只要没有泥就行啊 切成片 四片就搞定 一小半八角 再放两根辣椒 这辣椒不能增加辣度啊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和味的 再准备几瓣大蒜 用刀拍碎去掉蒜皮 剁成蒜沫 先装到小盆里备用 锅里边加入10克高度白酒 去腥水上肺放入嘎鱼 嘎鱼不用烫时间太长啊 涮一下就行 因为嘎鱼非常的嫩啊 刚刚把嘎鱼表皮的这种 哎小粘膜 烫捧起来了就行 这用热水再冲一下 好嘞 然后锅里边咱们少放一点猪油 炖个小鱼啥的了 放猪油啊 那蒸香去腥的效果啊 特别显著啊 然后放入葱姜大料干辣椒 把料头先炒香 哎呀嘛 这辣椒净锅就糊啊 先拿出来啊 把这葱姜大料先炸香了 葱姜大料呢 下锅多炒一会儿啊 别简单扒冷下就完事了 炒个30秒40秒的 把生姜的辣气啊 给它挥发掉 然后咱们先放啥一份文呢 哎 得先放这个大酱 就这个正常的黄豆酱 放了多半啥 哎 把这个黄豆酱要炸香了啊 再放点蒜蓉辣椒酱啊 这样那酱好的鱼啊 颜色更漂亮啊 容家餐增加味道的 十三鲜 哎 必须得搞点 大概三克左右 冬菇酱油 哎 放上二十克 一定要顺锅边烹啊 给它烹香了 烹香之后 就赶紧放啤酒 酱油啊 别炸糊了 炸糊它有苦味啊 哎 这一罐啤油它不够 咱们再放点水 好 看这有塞炸啊 非常诱人啊 蚝油加到十五克 提味增鲜 咱们先不着急改小火啊 先大火炖一会儿 然后啊 这松果边烹入两克白醋 去腥蒸香 哎 这大火先炖煮两分钟 好嘞 哎 然后啊 咱们呢 把这个料渣都打出去不要啊 这是咱们这把嘎鱼放锅里边 两根小辣椒 哎 也放锅里炖 炸 ya 就舍在 gä中 啊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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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